請坐 請坐 各位動心 大家平安 大家好 好 很辛苦 尤其是第二天 織織幾十休息的 上課 我實在是很不簡單 但是 我們現在的辛苦 付出 可以為台灣 能夠為台灣 爭取到正常化 我想 我們花一點精神 在這個地方 是值得的 而且對自己 來講的話 也很滑得來 這個是高級班 台灣民政府 第15屆法理學院 高級班 這高級班 它有一個特色 就是你就是台灣民政府的 永久公務員身份 永久公務員身份 這個只有在這一段時間 就是我們還沒有明確 接政權之前 來參加講席的 就有這個 特別的 特別的 待遇 將來 將來 你就是說 年紀太大 或是怎麼樣 不方便去 去工作 但是你就是公務員的身份 還是保留公務員的身份 那所有 所有 你 公務員所應該有的待遇 全部 你通通不會跑掉 尤其是 第15屆 高級班 因為 現在是 風雨點的這個階段 大家能夠說 用你的智慧 來這裡 來這裡支持台灣民政府 這個是智慧 智慧 這一點 台灣民政府 一定會特別的照顧 大概是在第15 14屆跟15屆 可能再到16屆 17屆以後 恐怕就會恢復正常 那麼這三屆 就一定是特別的 我現在 我今天裡面 我大部分都是要用華語 用華語 因為我們這裡面 有一些 我們高山族的同胞 高沙族 高沙族 對不起 高沙族的同胞 他們 台語還不太 不太很 練 等 所以我就 華語跟台語 慘在說 慘在說 這樣可以吧 可以 我叫潘信行 信用的信 行為的行 我非常喜歡我這個名字 這是我爸爸給我的 給我這個名字 他要我 你行為要有信 我終身 一直都奉行不渝 那個 所以我常常都會 會看不慣 人家一些 亂七八糟的語言 或者是污媚人家的語言 我會看不慣 我就會站出來 站出來我就會跟他 跟他抵抗 就是 路見不平 路見不平 拔刀相助 這是 這是 我的家庭裡面 大概的傳統 我爸爸也是這樣子 所以在二二八 就被槍斃了 我的爸爸是 嘉義 你只要去 稍微了解二二八的情況 就知道 我的爸爸是 二八 嘉義市的副議長 他是一個醫生 他是留日的一個醫生 結果被抓去槍斃了 我大概也延續有這種個性 大概是這樣子 還好我活到七十幾歲 我爸爸四十五歲就死掉了 當一個醫生四十五歲的時候 剛好就是要開始要大 那個 就是走入坦土 那個平坦的那個 前途的時候 就被槍斃掉了 OK 我暫時講到這裡 那麼 今天 今天我要講的課 是叫做台灣的 體育運動 回顧與展望 這個題目很大 其實是很大 為什麼我們會有排這樣的課 主要就是說 台灣民政府 已經開始進入 一個政府 組織一個政府的一個實踐階段 那個是在2010年 開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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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美方 他 要指導我們怎麼樣去 建立一個政府 因為 我們台灣人 通通都沒有這種經驗 說自己組織一個政府 沒有這個經驗 他要指導我們 其實呢 他也是在看 看我們有沒有這個能力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 說到政府啊 那就包羅萬象 不只是論述而已 他各方面 各方面 所有的政治經濟 一切 軍事 通通都是歸在政府裡面 所以才有今天 今天的我這一堂課 因為我是民政府負責體育運動 那我想要趁這個機會 也要向我們的台灣民政府的 將來的官員 能夠知道 大概 台灣民政府的中央 大概是什麼樣的想法 這樣就不會脫節了 就不會脫節 在我開始進入這個題目以前 稍微給我一點時間 容我這個自我介紹 自我介紹 我從小就很喜歡運動 參加訓練 然後我參加比賽 比較不喜歡念書 因為我家裡的隔壁 就是台北師範 北師的 現在的台北教育大學 翻過牆就是他們的運動場 我每天都是在那裡運動 所以跟他們那一些 他們也有體育科的 體育科的 跟他們就混得很熟 雖然我是當時只是一個初中生 他們是高中生 但是我們混得很熟 我就好像是他們的 他們同學一樣 也參加他們老師的訓練 他們老師 有一位老師叫做吳萬福 我永遠還記得 我第一個接受訓練的老師 我接受他的訓練 叫做吳萬福老師 他現在大概已經快90歲了 但是他身體非常健康 前一兩年我還在 在壁壇那邊還有碰到 碰到他 身體還很健康 很值得安慰 他們這個事情呢 大概我在那個時候初中的時候 那個時候大概是50年 超過50年以前的事情 那時候我接受訓練的時候 他就是用科學訓練方式 用運動科學方式來訓練我們 我們是遵循他的指導 可是心裡面奇怪 我只是在做短跑 我要練短跑 為什麼還要去做舉重 要深蹲 甚至還要臥推什麼的 奇怪為什麼還要練這個 但是呢 到幾十年之後 我自己擔任 國家代表隊的總教練 我擔任了三屆亞洲運動會的總教練 那個時候 這個時候就有用到 用運動科學訓練方法來訓練選手 這樣可以造成一個事半功倍 而且不容易運動傷害的 這個是那個 當時 差不多六十年前 六十年前 我就已經開始接受科學運動 運動科學訓練 後來呢 我一生啊 最大的願望就是要當國手 希望能夠當國手 我那時候是練田徑 我接受那個訓練以後 一年以後 我就參加這個 中上年運 大概就是現在的那個全中運 全國中學運動會 我那一年也拿兩百低藍的冠軍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的冠軍 沒有什麼價值 不像現在 全中運 你假設說是拿一塊金牌 連建中都要把你挖角去 我那個時候就沒有辦法享受到這樣的憂鬱 那 後來我就希望能夠自己也能夠當 當國手 可是各位你們看看我這個身材 實在是不像一個能夠當國手的身材吧 那個 只要是要當國手這種身材 還不夠啦 所以一直都沒有希望 沒有放棄希望 已經都失望了 但是沒想到到1968年的時候 日本 那個世界 風情全世界的那個 武術 叫做空手道 空手道 Karate 傳到台灣來了 我已經期待很久了 我期待很久 我一聽說已經開班了 我馬上就去報名 馬上就買衣服 馬上開始上課 他規定說一個禮拜要練三次 我是一個禮拜要練六次 每天要練三次 我是這樣子 早上一起醒過來 自己開始在做補助運動 中央訓練 因為我從前就有受過訓練 所以我知道要怎麼訓練 然後呢 再上班以前就去上一次課 那麼下班之後再去上一次課 這樣 三年之後 那個協會都決定說要參加世界賽 其實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 還剛剛開始而已 全世界空手道 剛剛開始 還沒有步入 像現在這樣子很正常化 那個時候 連在台灣都還沒有全國性的比賽 還沒有 就已經有世界賽了 亞洲也沒有 世界賽就已經先辦了 那我們就說要去參加 那我就去參加那個選拔 終於選上了 終於選上了 當國手了 我以為說我這一輩子不可能當國手 終於 老天給我這個機會 我終於當選國手了 在1971年的時候 1971年就到日本參加 第二屆世界空手道錦標賽 在東京的那個 葡萄港舞蹈館 在那邊參加 那個時候 規模還沒有那麼大 我記得是只有17個國家參加 不像現在說 100多個 現在其實 後來因為我都帶國家隊 所以都是100多個 參加會議的大概有120幾個 參加比賽的大概是90幾 100個 場地都要分成五個場地 從前一個場地 現在要五個場地 或者的話四天比不完 比不完 現在已經非常非常的 已經非常正式化了 奧林匹克都已經考慮要接受了 然後呢 我就比賽完以後 我那個時候 那一次比賽是得到團體 團體對打是第三名 還不錯啦 因為我的老師很怕 就是阿塞先生阿塞鐵士 那個前景老師他是非常嚴格 學生訓練出來都不錯 第三名 那回來以後我就不敢 不再想參加比賽了 因為已經30歲了 30歲運動員來講 就已經是 已經是到絕頂了 比賽年齡就已經到底了 那我就開始 參加去考試 考那個教練 教練考試 那個時候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教練說 一下一次就馬上要考那個教練 沒有 要從研習生開始 研習生開始 那個 那個研習生的考試 是非常嚴格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都不曉得 我們是第一屆的 所以我們都不知道 那個是什麼叫做嚴格 結果一去報名了以後 開始考試的時候 才知道說 那個叫做煉獄 他們跟我們講說 這是煉獄 這是煉獄 什麼叫煉獄 我們也聽不懂 結果就是你一個人 要對五個老師 都是日本老師 我那個時候全部都是日本老師 一個人每一個老師 他不是五個一起上 就是一個一個來 一個一個來 每一個人三分鐘 三分鐘的比賽 是最痛苦的 假如你是運動員的話 你就知道三分鐘比賽 是最痛苦的 那他聯繫四個 四個操完了以後 你整個人 你狼已經 已經 靈魂出鞘了 那這已經靈魂出鞘了 剩下最後一個老師一分鐘 他就不停的一直打你 一直打你 前面四個呢 他是怎麼樣 你打他 他就擋 他就只有擋 那等到你累了 停下來之後他就打你 也就是說讓你 一秒鐘都不讓你休息 總共十二分鐘 他都是在無氧的狀態 人無氧狀態十二分鐘 其實無氧狀態只能夠維持八秒鐘而已 然後 真正的 真正的那個無氧 只能夠維持八秒 再來就那個 然後 那個就是把你磨練到 把你操到你 靈魂出鞘 最後一個 他是要看你一個動作 就是看你有沒有 好像還要再反抗 在那種狀態 你還有那種動作想要再反抗 這種動作根本就是不及格的 他不是看你動作好不好 漂亮不漂亮 他不會看 他只要看你到那種狀態之下 你還有想要反抗嗎 他只有選你這一點 你只要是有就上了 他就是這樣 等到他說好 經理 離開 進來以後就往牆壁就蹦就穿過去 因為你已經沒有方向感 已經失去方向感 所以那個牆壁 就過來 然後人家再給你拖出去 去考上 研修生然後接受兩年的那個教練養成 我負責北部的 台北就是我一個人 我一個人參加一個人考上 這個是題外話 然後到1994年 我1982年 就第一次當任國家隊的教練 小教練 小教練 只有在那跑腿的 帶操 熱身就是這樣 其他的就是大教練去負責 到1994年的時候 亞洲運動會 亞洲運動會 亞運 第一次把空手道 納入正式項目裡面 剛好我那一年就擔任 已經變成大教練了 大教練 那一年 那一年 是台灣體育運動界一個很 很關鍵的一個年 在那一年 1994年就是廣島亞運 広島 広島亞洲大海 在亞洲 在1994年之前 大概28年的期間 我們台灣在亞洲運動會是零金牌 零金牌 那麼經過二十幾年 就是一個很大的一個低潮 到1994年的時候 突然一下子七塊金牌 那一年得到七塊金牌 那是什麼原因 就是體育政策有改變 它一改變 它的改變特點就是說 把一個教練 他的價值把它提升起來 那個叫做國光獎章 國光獎章 它有選手的獎金制度 同時也設立教練的獎金制度 那個教練就受到很大的鼓舞 那一年 只有短短差不多將近兩年 十四兩年的期間 馬上就七塊金牌 那一年 我也分到不少錢 也都是 快上百萬這樣子 那一年的成績 也不錯 那大家受到鼓舞以後 到1998年是達到最高峰 達到最高峰 那一年就是曼谷亞運 曼谷亞運在1998 那一年是一下子從七塊 變成十九塊 十九塊金牌 那在亞洲裡面 已經進入前五名了 金牌數的國家 排名大概是前五 那我也是在裡面 後來到2002的時候 我就已經是擔任總教練 總教練就是說 你教練值大概已經到最高頂 最高了 已經沒有其他的 就再升不上去 那2002我就 在虎山亞運 我帶完了以後 回來我就宣布退休 自2002我就宣布退休 退休的時候 我整整休息了 2004年 4年退休生活 那是我一生中最快樂的 最快樂的4年 2006年的年底 我第一次接觸這個 那個時候叫做法理 法理建國會 現在已經改掉了 叫做法理學院 建國不用 因為我們的論述是一直在 在推進的 在演進的 是活的東西 那我就加入了以後 我就一頭摘下去 變得很忙很忙 非常忙 到2006年的時候 我去告體委會 這個是從來沒有人敢做這種事情 因為我看到了那個最好的 最好的體育政策 被他們 他是兩 那個體委會是2007年掛牌 他這麼好 最好的這個政策 他把它改得亂七八糟 而且他是用那種走法律漏洞 法律縫 他說我們有 有那個 有公告 他說公告在哪裡 他說公告在行政院的那個報告欄 請問誰 沒事跑去行政院的報告欄去看那些報告 誰去看啊 他說公告一個月 法定就是這樣它就合法 所以我告訴了 我是在那個最高行政法庭 因為他是中央級 所以一次就到高等行政法庭 我告訴了 但是呢 我輸了沒關係 但是我至少我表達了 我對他們的一種憤怒還有不滿 這樣 然後呢 我就加入這個台灣民政府 那是到2008年的2月2號 台灣民政府就正式成立 那2014年的時候 林博士在告訴我說 那個 你來接這個 體育運動部好不好 我馬上就OK 我來接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在體育界裡面 已經有60年了 我已經60年了 體育運動界裡面 這60年之間有起伏 起伏 我都看到了 我不只是看到 我還是跳到裡面去 跟他一起起伏的 所以我很 我知道 我知道 將來體育運動 要怎麼樣提升 要怎麼樣怎麼樣 我都非常清楚 所以我二話不說 OK 我接了 那一直到現在 那麼因為現在已經正式在 我想大概是 在一年之內吧 應該政權要拿到 越來步伐越快 步伐越來越快 你看看這個流氓政府 他連三軍司令部 都通通撤銷了 你想想看 這已經沒有國防了 沒有國防了 那面對的那個 我們假想的敵人 中共 那麼強大 我們是一直在萎縮 為什麼 我個人的看法就是說 美國要來接收 從前美國要去接收 日本的時候 他也是把日本的 國防軍把它變成自衛隊 我們現在的軍隊 只是一個自衛隊的格局 兵員十二萬 沒有國防 沒有三軍司令部 那個連勤司令部撤銷 什麼 那個 管理那個次序 軍中的次序的那個 憲兵司令部也撤銷 對不對 你通通撤銷 憲兵司令部撤銷 你這個軍隊就變成什麼 沒有軍紀 沒有軍紀的軍隊是什麼 土匪啊 所以就已經是沒有 沒有這個 步伐已經到這個程度了 我想會越來越快 那不是說有什麼設什麼代表處 還要簽什麼政治什麼 那個協商 拜託快一點 請他快一點 他越快我們就越快了 那麼一直到現在 總共已經超過六四年了 所以我想說 他問說要演講題目是什麼 我就大言不慘說 OK 回顧 一掌望 這一點我是有自信 其他的我沒有自信 其他的我沒有自信 好 那我現在呢 現在開始進入那個我的題目 我個人的介紹就到這裡 很不好意思 暫大家的時間 什麼叫做體育運動 體育的體育啊 運動的運動啊 為什麼體育運動 他們兩個到底是什麼關係 其實它都是指同樣一件事情 就是人類的一種活動 一種活動 那個活動呢 表現在競賽 競技 比賽 的時候 它就叫做運動 我說運動會 全國運動會 亞洲運動會 奧運 奧林匹克運動會 很少人會講說 奧林匹克體育會 那只是一個組織 那 假設它表現在 學術的 學術的 或者是教育的 同樣這個活動是 表現在學術跟教育的話 它就叫做體育 所以 就稱為體育學院 比較不會講說是運動學院 當然這個也可以用 但是一般的習慣上就是體育 體育學院 體育大學 大概就兩個差別就是在這個地方 體育跟運動 其實是一體兩面 那代表的是 是人類什麼活動呢 其實是最原始的活動 什麼最原始的活動 那就是人類求生的活動 人類求生的活動 它的一開始的形態就是什麼 求生 它 人類從四隻腳 然後站起來 變成兩隻腳的時候 要變成人類 原來是人緣 後來就變成人類 從那一刻開始 它就要追求生存 就要吃東西 要有食物 它去找食物 食物有很多的那個 水果蔬菜它可以吃 但是呢 水果蔬菜的那個蛋白質 就比較粗糙 吃很多 才能夠得到它需要的 所以它想要得到那種 更精緻的一個蛋白質 那就是動物的肉 動物的肉 所以它就要去打獵 去打獵 然後吃那個獵肉 以獲得到它需要的那個 最精緻的蛋白質 打獵打獵 有時候你也會被獵打 對不對 你去打獵有時候 又會被那個獵 把你吃掉 那個時候呢 這個時候的人類這種行為呢 就叫做人與獸鬥的時期 人與獸鬥的時期 這個時期 延續到現在還在 還存在喔 在歐洲在外國 或是在我們的那個高 高砂祖裡面 它有人現在還是有打獵啊 還是有在哪打獵啊 還延續到現在 這恐怕是幾十萬年的那個歷史 從人類站起來的時候 那慢慢的人類啊 開始有變化 因為數量越來越大 那麼從一個家庭 可能就變成一個宗族 一個種族 很多的宗族和僑又變成一個民族 民族以後就變成一個社 一個社會 甚至於一個國家 甚至於一個國家 這個時候 那個形態就有點改變 就是人跟人鬥啊 他的那個宗族 他要長大 或是他要保護自己 他必須要打戰啊 他必須要去對付他的敵人 然後這樣變成什麼 人跟人鬥的時期 這也是好幾萬年 延續下來 兩個都並行 一個人跟受鬥 一個人跟人鬥是並行的 結果到三千多年前的時候 在歐洲有一個很 很會思考的一個民族 叫做希臘 希臘 這個國家 他的人民很會思考 他們就在想 一直都在那邊打戰 到處有打戰 到處都有那個媽媽在哭 哭他兒子暫死 或者是說哭了我的丈夫暫死 那個都是很痛苦的一件事情 有沒有辦法來改善這種狀況 這個希臘人 這個人他們就想 那邊邊要這樣大刀 在那裡鬥 都在那裡鬥 難道不能用另外一種形式 達到鬥的這個欲望 但是呢 不會死人 看看有沒有這種 後來他們研究出來說 可以啊 仍然是把戰場上所用的那些 那些動作 勃勃 那個戰場 你用那個勃勃 你拿來一個地方 國邦 那個希臘它是一個邦國 每一個城邦就是一個國家 一個小國 那每一個城邦他派一個代表來 大家來拚 大家來鬥爭 那些都跟戰場一樣 對不對 在戰場裡面你用那個勃勃 其實是什麼 不外乎是什麼 跑啊 跳啊 指啊 射啊 還是那個射錢啊 還是那個騎馬啊 塞建車啊 還是射腳啊 等等 就是摔腳等等 這些戰場上所用的那些勃勃 那些方式 通通都拿到一個場地來 大家來 來 來拚 看誰 誰比較強嘛 打到 唯一的不同就是不拿武器 不可以拿武器 因為拿武器馬上就有死傷 所以不拿武器 能夠達到 鬥爭的 那個欲望 你假如說你在這個比賽裡面 你得勝了 就是你這個幫程 所有的幫程就是 你這個好 你這個好啊 對不對 它已經滿足了 它那個鬥爭的一個欲望 但是呢 不會死人 他們的研究 研究 研究結果呢 後來就在 三千年前的時候 就在決定 說每四年一次 四年一次 要辦一次運動會 這個時候 這個現代運動的形態 就在三千年前就已經形成了 奧林匹克 奧林匹克 那個時候 它是指示說 希臘的這些城邦 可以來參加 它限定的 那現在的奧林匹克 全世界通通可以參加 只是大小一樣 大小不一樣而已 其他的形態都一樣 通通都一樣 現代運動的形態 已經在三千年前就形成了 每四年舉辦一次 他們選定的是那個 在那個雅典南方 幾百公里忘記了 我去過一次 我帶隊去的時候 我也帶去 那 他們四年一次 這一年 這一年 誰都不可以發動戰爭 都不可以發動戰爭 因為什麼 因為眾神會看 誰就是在這一年 這一年 這一年是要敬拜神的 敬拜神的一年 他們選定的那個奧林匹 那個奧林匹 奧林匹的那一個area 那個 就是他們原來敬拜眾神的地方 所以那個體育跟神 跟宗教是 是合在一起 是跟政治是合在一起的 那 他就說 這一年誰發動戰爭 那個神 眾神會處罰你 會處罰你 所以奧林至少有一年 就不會再讓那些 失去兒子的媽媽在那裡哭了 他目的就是在這裡 他的啟發點就是在從這個地方開始 那個地方就 就每四年辦一次 各成幫都派代表 到什麼地方 就是到那裡去 去受訓十個月 他要拿出一個證明說 我已經受訓過十個月 才能夠參加那個比賽 他來比賽的時候 就是那些將來要變成 在比賽的時候變成他們的那個裁判員 教練兼裁判就對了 那個時候是這樣的 那 那個 一樣的 要跑步 要跳 誰跳得高 誰指得遠 等等這一方面 每四年舉辦一次 就這樣一直延續下來 總共 一千三百多年 阿倫比克 我都有這個 我也去查那個資料 但是我去 今天忘記帶來 這個一千多年 後來就是因為 羅馬 羅馬帝國興起 羅馬帝國興起 他就要發展他的那個羅馬文化 他要取代那個希臘文明 所以才禁止 禁止那個希臘奧林匹克運動會 再繼續舉辦 然後就是由那個羅馬的那個運動 他們的運動就 就不太適合啦 他們都是人跟獸鬥啊 跟人也是一樣 人跟人鬥啊 都都是拿武器啊 裡面都是比賽場 都是先學 都是生命損失 這種態勢 這個 這個總共也 他們大概也是 只有一千年啦 他們也有一千年 羅馬帝國 消滅了以後 就所有的比賽都沒有啦 那一直到 1896年的時候 我為什麼能夠記住這個名字呢 這個時間點呢 因為1895年是 開羅宣 不是不是 馬關條約簽訂的那一年嘛 在第二年就是 奧林匹克 新式的奧林匹克運動會 在恢復 那個是歐洲的一些 一些那個貴族啊 他們聯合起來 有一個那個法國的一個 一個指爵吧 一個指爵 就是也是貴族啦 他的名字叫做 庫伯泰 庫伯泰 我們翻譯成古伯町啊 古伯町 他就聯合歐洲的一些貴族 要恢復 恢復那個奧林匹克運動會 那麼現代式的奧林匹克運動會 就從1896年開始 在西 也是又回到希臘 那個奧林匹克那個 那個Arena 就是那個比賽場 比賽場 那個比賽場喔 其實不大 小小的 跟現在的運動場喔 來比較 差太遠了 就是那個 2001年 2001年 不是那個911嗎 去把那個兩個 那個賓拉登去把那個兩個那個 那個時候我剛好在左營在訓練 過三天之後 我就要到希臘去參加比賽 喔 看到那一幕喔 電視上那一幕喔 把我嚇呆了 嚇呆了 我以為是 是電影啊 戲劇啊 結果不是啊 是真的耶 那個飛機這樣就 往那個大樓就給他創進去 嚇死啦 啊 第二天我就接到我們的那個 那個理事長 電話來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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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你 這個 中高年又嚇 領隊啦 尖領隊啦 我不去啦 他還不敢去啦 喔 我已經訓練啦 啊 總不能讓這些小孩子失望啊 我照樣硬著頭皮還是上飛機啦 啊 飛機喔 坐不滿三分之一啊 每一個人都可以這樣躺 躺著睡覺 大家都嚇呆啦 後來我們到也是到希臘去比賽 一個世界 世界青少年的比賽 那比賽完以後我就帶 給他們安排兩天的那個希臘的一個 一起去玩 第一站我就給他們送 就讓他們到那個奧林匹克去 主要就是說 你們運動員啊 這個就是現代運動的花園地 我讓他們去緬懷啦 看起來實在是不怎麼樣啦 看起來實在是不怎麼樣啦 那麼 這個體育運動 整個世界的這個體育運動 它的整個歷史大概就是 我用這樣三言兩語就把它 就這樣 算是一個階段 然後我就要回到 回到我們台灣啦 台灣的體育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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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寧願 我最愛 我要用兩個人來代表 用兩個人來代表 一個呢 叫做楊川廣 楊川廣 他是男的 另外一個呢 叫做什麼 對啦 記憶症啦 他是女的 男女平等啊 對不對 確實台灣有這兩個人 真的是讓我感覺說台灣的運動 實在是非常了不起 非常了不起 剛好這兩個人 都跟我有一點點關係 一點點而已啦 先講楊松廣 楊松廣 我是2011年的時候 2001年的時候我在左營 在準備要2002年 要參加虎山亞運 在那邊 那個 柔道 柔道的總教練 是一個叫張教練 張向賢 因為我們兩個人年紀最大 都超過60歲 他就這樣 朋友 有我們來去楊松廣吃飯好不好 那個時候的楊松廣 他是 左營訓練中心的總監嘛 他是永遠的總監 那 他從前 他每次吃飯的時候 他一定是坐在正中央的第一 桌的 第一個位置 沒有人敢去靠近 在以下兩三桌都沒有人坐 就這樣 後面坐得滿滿的 但是前面就是楊松廣一個人吃 我心裡想通 這是我的偶像 但是我還是有點怕怕的人 真的 真的我有點怕怕的 高牆短 一百八十六 連都是這樣的 看他怕怕 我也不敢去 我是總教練 我不敢過去 所以那個張教練都說 我們來去好嗎 好好走好來去 拿了菜盤到那裡去 報告總監 我們陪你吃飯好不好 這當然是好嘛 他說 來來來來 坐坐坐 跟他坐在一起 一坐下去我馬上就跟他拍馬屁 我說總監 你是我的偶像 你是我的偶像 他說 真的嗎 大家都這樣講 他也是那個 他認為說我只是講科技話 其實不是 我就跟他解釋 總監 你在一九五幾年的時候 我忘記了 五五五五六的時間 差不多五一五二 五一五二的時候 他在台大運動場在那邊運動 在那邊練習 我說有一個 美國國務院派來的教練 叫做Mr.米勒 米勒 Mr.米勒 在教你跳浮滾式 有沒有 現在跳高 副滾 我們現在看的是什麼 東方式 剪刀式 副滾式 在空中 這樣躺著 我躺著 看著 這好像天神一樣 空中在躲 這樣下來 很羨慕 很羨慕 我就是這樣 開始 這幾天 開始走 北施 運動場去運動 就是這樣來的 看著很羨慕 然後他就 我當時有講說 那個田徑協會的那個理事長 關松生 他拿了一個拐杖 那個拐杖還可以打開來的 這樣放在那個地上 然後這樣屁股可以頂住 這樣子 因為他腳不好 有沒有這樣子 他一聽 時間 地點 人 物 什麼通通都 事物 什麼通通都對 他就知道說 我講的不是隨便亂講 他 我是他的粉絲 他就很認真地跟我講 那個 Mr. Miller 他不是黑人 他不是印第安人 我說那個是印第安紅人 印第安人 他說不是紅人 他是黑人 我說奇怪 我第二天看的報紙寫的是 寫紅人 他說不對 他只是皮膚比較淡一點的黑人 這樣我們就開始有正式的話題 他這一高興 就開始就講他 他自己的生平的一些事情 其實他的生平我都非常清楚 非常清楚 楊聰廣他是開始的時候 是一個跳高跳遠的選手 跳高跳遠 那他要選上的時候要去參加亞運 結果就在台北的那個體育場在那邊訓練 有一些教練 就看到身材這麼好 看起來他很會跑 就告訴他 這個要100公尺的選手 這個要100公尺的選手 你跟他跑一跑看看 你夾著贏他的話 牛肉麵一碗 那個時候牛肉麵不得了 我們都是只有吃陽春麵 那個時候牛肉麵不得了 楊聰廣就跟他一直跑 100公尺 他比100公尺的選手跑得還快 他是跳高跳遠的選手 但是他跑得快 後來就在想 那個跑400的 你去跟他跑 一樣 一碗牛肉麵 好 他就跟他跑 一跑 他又比400的選手 跑得還快 那跳高跳遠 那共不用提了 後來他們 大家幾個教練就研究過 這個年輕人 要給他培養成十項 十項運動 後來就跟他 跟他談 我來培養你們 培養你為十項運動 十項全能運動 好不好 當然說OK 沒有問題 他就開始就改 改成十項全能 後來參加亞運的時候 就拿一塊金牌 四年以後又參加一次 那個時候一開始才十幾歲而已 然後又再一次又拿金牌 就被稱為亞洲鐵人 外號叫亞洲鐵人 就是第二次又拿一塊金牌 田徑 田徑來講的話 在運動 在運動來講 一般都是他們歐美的選手的天下 田徑 歐美的天下 亞洲人 實在是 比較沒辦法 特別 田徑裡面的這個十項全能運動 那更是他們歐美選手的一個禁卵 只有他們在玩 亞洲人沒人在玩 沒辦法玩不去 沒有辦法跟他們比 可是呢 我們台灣就出了一個洋床廣 台灣亞洲鐵人 他 他不但是玩十項 跟他們玩十項 而且是 超過他們 超過歐美的選手 他 他 後來19 六幾年的時候 就送到美國去 去受訓 去受訓 他是進入那個 那個 加州 南加州大學分部 有 UCLA UCLA 那UCLA 裡面的田徑選手 都是世界級的 都是世界級 他去了以後 有一個同伴 叫做 Johnson 也是Johnson 黑人 他是前一屆奧運會的金牌 結果洋床廣一去以後 開始還在他的下面 結果 慢慢慢慢不久以後 一兩年之後 他的成績已經超越 超越那個Johnson 就上一屆奧運的金牌選手了 他就是嚇呆了 怎麼搞的 8000多分 眼看著好像9000分 可能會給他破 果然9000點就是第一個 就是洋床廣場把他破掉 整個世界田徑界 就緊張 還得了 他那個 那個核算 核算實相的那個 成績 那個計算表 最高值上限是1萬點 洋床廣已經破了9000點了 眼看著就要到1萬點了 那到時候你 到時候怎麼辦 變成開天窗啊 開天窗沒辦法計算 那就笑話一樁了 所以我為了洋床廣 那個世界體育總會 他就馬上去更改 前進的 十項運動的計算分飾的方法 把它更改 要不然很快就可能會被洋床廣給破掉 那麼他們也就利用這一次更改的機會 把這個 把這個優勢啊 又拿到他們的手上 為什麼呢 因為喔 我們亞洲人的 骨架喔 沒有歐美他們那麼大 所以在止步 止步 就三鐵嘛 千九標槍鐵平 就比較 比較沒辦法跟人比 所以呢 他們就利用這個機會啊 把這個三鐵的計分方式 計分的那個比重 比重好像提高 加重 所以喔 洋床廣就吃虧了 因為那三鐵是他比較弱的 所以輸給那個洋床的啦 但是呢 他贏洋床是七項 十項贏七項 絕對多項嘛 但是呢 這樣一算下來的時候 兩個就差不多啦 兩個就有拼來拼去啦 本來是 那個洋床已經是在後面的耶 就對他們喔 那個歐美他們那個 那個沒有面子 感覺沒有面子 所以才是這樣子 做這種 日本人講的 這就是他們這隻 做鬼啦 後來就造成這個 在羅馬奧運的時候 洋床廣贏 強身七項 只屬於三項 分數算起來 屬於十幾十分 七十幾分 變成銀牌 本來喔 本來是應該是洋床廣金牌的 大家都心裡都知道 所以當時有很多人 那個觀眾就叫做 就是說要兩塊金牌 兩塊金牌 他說要兩塊要花兩塊金牌 當然是不可能啦 但是觀眾大家都知道 洋床廣贏七項耶 贏強身贏七項耶 只有輸他三項就輸啦 這是不公平的 我們都很注意 洋床廣真的會打破一萬點嗎 真的會嗎 我告訴你 終於一萬點被洋床廣破掉了 真的 第一個打破一萬點的就是洋床廣 洋床廣 所以當時要改這個計算方式 是對的 要不然真的就被洋床廣 給它打破了 打破了以後就變成大笑話了 這就是洋床廣 對 洋床廣 這都是他親自跟我講 然後他告訴我 你還曉得嗎 我的蹭竿跳啊 我說我知道啊 第一個 人類第一個蹭竿跳跳過五公尺的 就是誰 洋床廣啊 人類第一個打破五公尺的 陳甘跳 沒打開 我說 誰教你的啊 陳甘跳 在田徑項目裡面 那個技術性最高的 是技術性最高的 我說誰教你呢 他說誰教我的 我自己教我自己的 我這樣子啊 怎麼這麼厲害 他說有一個他喔 當時他那個room mat 他的同室 同一個房間的 有一個也是台灣去 去美國加州 南加州分部那個 去念留學的一個學生 他學的是那個樹理啊 好像是物理的 然後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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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跟他講了說 根據這個這個我們物理這個人 人體力學喔 這樣喔 你假如說你撐那個竿子撐上去 要要是什麼樣的角度的時候 會會最省力會達到怎麼樣呢 他們兩個人呢 就按照他研究出來的這個東西 他就洋床館就去做 其實洋床館說 其實我就是要他來幫我 放那個桿子啦 因為練習總是會跳不過去嘛 那個桿子會掉下來 掉下來又要把它裝上去 你撐桿跳你一個人能夠裝嗎 不可能啦 你沒有辦法裝 一定要兩個 所以他就抓著那個朋友 就是去跟他 跟他放那個桿 幫忙去放那個桿子 就是這樣喔 打破世界紀錄 人類第一個打破五公尺 趁竿跳的就是洋床館 五公尺02 我還記得很清楚 但是呢 很可惜啦 這個人也是要有運 他這一打破 我們的晚報已經出來了 晚報出來了 結果過不了第二天說 洋床館不是世界紀錄保持者 我說怎麼會這樣 其實他們要定下世界紀錄保持者 那個必須要經過一段程序 要檢查 派田總派人去檢查 看那個風速啦 還有那個桿子正不正確啊 什麼等等 然後再開會確定 才能夠成立世界紀錄嘛 那因為 因為他破了以後 沒過幾個鐘頭 在南美又有一個美國人 把他破掉啦 所以他破了只有幾個小時而已 但是不管怎麼樣 他是人類第一個 跳過五公尺的人 這個人就是我們台灣人 百分之一百的台灣人 高沙族 阿咪 阿咪啦 對 偉大的高沙族 就是這樣子 這在我們運動人來講 他真的是很偉大 非常了不起的 他還告訴我一個秘密 他說 其實我是你們的前輩 我說當然是 田徑當然你是大前輩 對啊 他說不是不是 空手道 我說空手道 怎麼會你是我的前輩 你有練空手道嗎 他說我1970幾年 我就已經拿黑帶了 我跟你講 這個從來沒有人知道的 這不是他講我怎麼會知道 我們空手道界沒有人知道 他在美國拿到的 所以說19 我那時候1970幾年 他1960幾年 他就拿到 他比我還早 比我還早 所以說 他說 我是你的前輩 所以我就下令我的那個隊長 每一次你看到洋餐廣在那吃飯 看到那筷子一放下去的時候 你們就要派人來 把那個盤子拿去 可能就像我們現在吃完 有丟有沒有 我們那時候就有分類 分類 我認為說洋餐廣 讓他做這種事情 不應該 由我們的後輩來負責 你連大家吃飽了 我馬上大家衝著要走 不可以 一定要派執行 看 在那邊看 看到洋餐廣吃飽了 筷子放下 一碗放下去 就要去給他拿那個 我就是做了這一點服務而已 我跟洋餐廣的關係 就是這麼一點點 就是這樣子 那是在2001年的時間 後來不久以後他就過世了 好像是2007年 2007年在美國過世 因為他肝臟肝癌 回到美國去 2007年的時候 在台北的那個濟南教會 我也被邀請去參加這樣子 這個就是洋餐廣 偉大的阿美族 洋餐廣 這是我對洋餐廣 就講到這裡 然後再來講的濟政 濟政也是跟我有一點關係 為什麼 因為我們是同學 我比他早兩屆 我比他早兩屆 他也是一樣 他也是跳高跳遠的選手 他在初中的時候 跳高跳遠 拿兩塊金牌 我是拿一塊 我那一年也是拿一塊金牌 但是我這一塊金牌 沒有像他那麼出名 為什麼 因為他初中的學生 他的跳高跳遠的成績 跟那個省運 那個時候是省運 省運大人的那個成績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所有全國人都看著 這個小女生 將來就是不得了的人物 不得了的人物 她原來是新竹四二女中 四二女中 她在那邊 她家裡也很辛苦 她的養母 她的生母 不曉得是誰 她的養母就是 幫人家洗衣服 把她養大 我們學校 我們學校 就是在永和 立行中學 立行中學 私立學校 現在已經沒有了 這個學校已經沒有了 立行中學 這個學校 我們就用重金去禮聘 把記證請到我們學校來 那當然是裡面那個優厚 那個待遇一定是很優厚 我們這個學校 就是有兩種人最多 一種是運動選手 好多國手 都是從我們這個學校 籃球的 籃女籃球 當然天井 還有另外一種人很多 就是那個 外省瓜 人家講的外省瓜 黑道有沒有 都是從我們學校出來的 什麼竹聯邦 那些都是我們的 同學 不然學弟 學長 基正來我們這裡以後 他就每天下午 就跟我們一起練習 但是我們都很注意說 這個將來不得了的人物 只在我們學校裡面 一年 只有一年 然後他就被 送到美國去 好像是台北體育學院 台北幾專 那時候台北幾專 剛剛成立的時候 第一個學期叫他去 他們需要幾專 那需要有好的選手 就把他請 從我們學校挖過去 挖過去了 好像 才那一個學期以後 就送到美國去了 所以我的印象並不是很多 但是我知道說 他很羨慕我在練跳籃 我是200D籃的 後來高中的時候就練400中籃 他看我在那邊練跳籃 他就去問我一個 跟我同一年級的 他也來 他是跑400 800的 他成績400 800比我好 但是400中的人就比成績都沒有好 他現在也要來學跳籃 後來記證都是找他 叫他來教他跳籃 我就想那記證 他怎麼會跳籃 他怎麼會去學 他只是好玩而已 結果沒想到十年之後 他竟然是用跳籃打破世界紀錄 九次 九次世界紀錄 一個人一生能夠有一次打破世界紀錄 就已經不得了 不得了 他打破九次 他有四次的就是在德國 在德國那個慕尼黑 慕尼黑 慕尼黑 他們當地人 慕尼黑他們叫人慕尼 因為我常常 我去四五次 他就在那裡破世界紀錄 所以整個德國對紀證可以說是 像迷 就迷住了 迷這個紀證 迷得很厲害 後來就給他做一條歌 叫做 東方領 東方領養 美麗的東方領養 音樂的開始就是 既仍既仍既仍 這個跟三千年前 在阿林比哥拿金牌那個人 拿第一名 回到自己的國家以後 除了很多的錢以外 那個雕刻家 都會來給他雕刻 那個詩人 就會給他做詩 做詩來榮耀他 紀證 三千年之後紀證 人家就給他寫歌 紀念他 榮耀他 台灣人 這個就是台灣人 對 對 有成立紀念港 這樣子 阿森妹妹有邀請我去 再左 這樣子 這個就是紀證 他有九次打破世界紀錄 有一次是兩百公尺 兩百公尺打破世界紀錄 其實是台灣人 台灣人 不得了的事情 前進 是他們歐美人士 他們運動員的一個禁卵 結果我們台灣出了這樣 兩個這麼偉大的一個運動員 那紀證他大概 因為他現在還是很活躍 他好像是 什麼親子 什麼協會 這個 這個 我不需要再琢磨更多 楊聰廣他已經過世了 所以我要多講一點 那 剛好這兩個人跟我有一點點關係 就是這樣子而已 就是有一年的是同學 到左營去的時候 紀證一來我們久久體育節 他就有辦晚會 對呀 紀證就坐來前面 所有的選手 教練都去跟紀證 握手 我一去他看到我 就是抱著我 他就說奇怪 你怎麼會這樣 我說就是 我是學長 對不對 其實只有一年而已 只有一年就是學長 為什麼 我要拿這兩個人 來代表台灣 台灣的這個體育運動界 回顧 用他這兩個人 我是有目的的 因為田徑 田徑不是一般 都是白人 黑人他們的天下 黃人 蝗蟲人 比較沒有辦法 但是偶爾能夠產生 黃人能夠在世界頂尖 這兩個人都是台灣人 中國呢 中國他有一個 最近幾年有一個叫做劉翔 他是一百一高蘭 一百一高蘭 我也很尊敬他 我說 我很尊敬他 我說不得了 在那個白蕾黑人的那個天下 那個天地之下 他在 大家都跟在後面在那邊 冠阿 只能夠跑到最後 他世界紀錄保持者 那個劉翔 是雄海人 他也值得尊敬的一個人物 可是你要知道 中國有十五億 在中國有十五億人 才給你出一個這種人 十五億人出一個這種人 他是說十三億 其實有兩億都是那個黑市的 合起來是十五億 才產生一個這樣的一個田徑選手 不得了的田徑選手 但是跟紀錄揚鑲廣比起來 那還差得遠 而紀錄揚鑲廣那個時代 台灣只有一千多萬人 我們就有這樣的兩個偉大的一個運動選手出來 這可見 我是要證明一件事情 馬街醫院的那個林瑪麗醫師 他是血液專家 世界頂尖的血液專家 他研究的結果說台灣人 他的血液裡面的百分之85 通通都是 通通都是 那個 我們那個 Sorry D33040 3B5966 你們的車子擋到了 現在在施工麻煩移駕車 那個家裡有車子 這兩部車子去開一下 對不起 我們 我們只有一千萬 林瑪麗他說 85%都是貧捕族 要不然只有高山族 一血液 漢人只有2% 漢人的血液在我們血液裡面只有2% 所以我們是跟中國是不同一個民族的 從血液的專家裡面獲得到的結論是這個樣子 那我今天我要拿兩位前輩 體育的這個偉人 來證明台灣的這個種族 是比中國的種族還更強 DNA DNA 就是你的遺傳基因 是比他們還好 那有些人說 中國那邊金牌很多 金牌很多 我跟你講 對 他是金牌很多 我為什麼不這樣講 為什麼要拿田徑 因為我太了解了 我在體育界我太了解了 那個其他的那個獎牌 都是技術極限 追求的是技術極限 田徑這一個是追求 不是追求生理的極限 生理就是DNA 那個技術就不一定代表DNA 不一定 你技術你可以一天練八個小時 十個小時都可以 田徑你去給我練八個小時 十個小時看看 馬上就壞掉 馬上就完蛋了 所以 不一樣的 我拿不一樣的 就拿田徑來代表DNA 因為他是 他是追求的是生理的極限 你如果這樣一百公尺打破0.01秒 那是百分之疫苗 那把手扭到不扭到已經到了 全世界都頭版頭條 都要頭版頭條 為什麼 為什麼 就是因為他追求的是人類的極限 人類的極限 所以我特別提出洋裝管跟技證 來表明 來證明台灣人的DNA 比中國人還好太多了 也許他們的獎牌是很多 但是那個都是屬於技術極限 你可以拼命的練 因為我也很多 也是跟中國的那些教練 都是奧林匹克拿金牌的教練 到台灣來跟我們一起 譬如說舉重 那個都是奧運金牌的教練 他就跟我講 我們運動員太多了 練死了 練死了一半還有一半 練死了 沒死的就做酸酒 好運嘛 他們舉重都要吃藥 都要打禁藥 你沒有打禁藥 一年進步兩公斤 就已經很棒了 如果打禁藥 一年進步二十公斤 蔡文藝 我們都是很熟的朋友 她有一次到烏克蘭去做育力訓練 她一句回來說 大家都在吃金藥 我說吃金藥被查出來 她說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這個奧運會 她只有宣佈說 哪幾種不可以 因為她沒有辦法從每一種通通都要驗 沒有辦法 因為太龐大了 金會沒有辦法 所以就是選擇 剛好你吃的這個金藥 沒有列在你這個金藥 這一次奧運會的金藥裡面 那你就賺到了 所以他們進步都是十幾公斤 二十幾公斤 而我們兩公斤 所以我懷疑蔡文藝 她一定也是偷偷也在那個吃藥 叫選手去吃藥 那個中國教練講 我們選手太多了 死掉一半都還有另外一半 其他的就那個 所以說那個不能代表DNA 天井就沒有辦法 天井你沒辦法 沒辦法 那麼我現在就是說 把台灣的回顧 天井沒有運動回顧 現在開始要講展望 將來要怎麼樣 假使說我能夠活著 能夠接到這個政權的話 我體育界我要怎麼樣處理 我要提出四個 四個我要改的 我一定要做到的 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要把體委會 要把它改組 他現在大概是有四五百位 公務員 都是公務員 全部都是公務員 他們念書第一名 因為這是中央級的機構 所以他們要高考 高考 特考 才能夠進去 他們很會念書 但是他相對的 對運動 那個熱情 比較不夠 運動這個東西 是要靠什麼 靠熱情 靠一股熱情 靠教練 選手 還有家長 所以這些熱情 才能夠把它撐死了起來 不是說我很會念書 那沒有辦法撐起這個 你看有很多教練 那真的是可以跟瘋子一樣 呼吸兩個賺錢 就是在養球隊 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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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 那個Softball 不是那個 雷球 還有什麼足球 女子足球 那個都是在 在亞洲都是有名的 甚至於到世界 那個都是 那些教練 學生他們家裡都比較窮 學會都要替他們出去 每天都住在他們 大家住在一起 煮飯給他們吃 夫妻兩個人賺的錢 都是這樣花掉 這是什麼 這是笑的 一般人正常的觀點 價值觀來看 這個人是瘋子 我跟你講 他沒有瘋掉 他是熱情 熱情到沒辦法 體育運動 就是這種熱情把它撐起來的 拿我個人來講 我還有訓練 我有兩個道場 現在都已經取消 民政府 我未來要讓我的選手 能夠繼續 不要是說要去補習 就停下來 未來要這樣 我不得不 要用什麼方法 用欺騙的方法 他父母跟我講說 換教練我兒子 我要去讓他去補習 他已經國中了 他去補習了 我說 你要相信我 跟著我 保證 他將來念書都沒有問題 通通都是念 公立學校 真的嗎 我說保證 保證你相信我 換教練 其實啊 我是在騙他們的 我又不是校長 對不對 我是校長嗎 我校長才會說 沒有關係 進來進來 對不對 我又不是校長 我憑什麼資格跟他講說 拍胸部說 你來對我就是那個 所以我明知道這是在騙人 可是不騙的話 我就沒有學生了 只有我一個將 沒有兵 我打什麼仗啊 對不對 所以連這個都要試 更別提說那個熱忱 熱忱 還好 果然這些跟著我 每一個每一個 通通都是 公立學校升高中 然後升大學 我是保證到大學 他們都不錯 現在都研究所畢業了 都拿著高學歷給我看 比我還高啊 我這個就是一種熱忱 一種熱忱 體育運動 就是要這種熱忱把它撐起來 而不是說 我寫過一篇什麼博士論文 有關於什麼制度什麼 沒有 不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一定要改組 我至少有四分之三要拆掉 留下四分之一 他們的專業 你只要協助 時間快要到 我必須要很快的講 要協助 所有體育界的 各協會 要怎麼樣 要編列預算 第一個協助編列預算 第二個到國會去爭取經費 第三個就是協助 這些要核算 最後要報銷的時候 你們要監督啊 你只要給我做這個工作 其他你通通交給別人 我來選 那麼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各大學 我們現在有四個大學 有三個大學 體育大學 還有各學校裡面的體育系 好多 裡面的人才很多 那些教授他們的知識 非常龐大 結果他們都是運用在哪個地方 就是大專運動會 這個大專運動 我這一次比你們那個學校 多了一塊金牌 哇 欠瓜瓜 這個有什麼必用 你要在國外 你要在外國去拿金牌 對不對 你們這些知識 一定要運用到這個社會體育來 所以我就要請那些專家 大家來研究 要怎麼樣把這些 這麼龐大的那種知識 要叫他們走出象牙塔 不要再留在象牙塔裡面 再搞那些 國內一些小事情而已 這個全 全 全 我就是我的 這個我知道 這個我會 這個我太知道了 像張德培有沒有 網球那個張德培 從前 像我們那個 那時候 體委會 要申請一些什麼補助 那時候還不是體委會 那時候是體協 體總 大家都不敢給 結果他後來出名了 我們說那是我們台灣 他說不是 我不是 就是這樣 對 對 其實我這個我都知道 因為我是 自己就是 在裡面的人 我知道了 非常清楚 這個就是龐大的這個體育的 這個知識 這個智慧 一定要走出象牙塔 到社會體育裡面來幫助 我敢保證很快的 十年之內 一定變成 亞洲 前五名的金牌國家 世界呢 是差不多 二十年裡面 大概前八名 前八名的金牌國家 我敢 我敢拍胸部保證 因為前五名那個 我已經看過了 我已經看過了 第三個就是 這位大哥他講的 你要選手 你一定要栽培 你要栽培 栽培完以後 他運動年年很短 十年二十年 完了以後 他這一生怎麼辦 你要 讓他保障他的生活 他的教育 他說一定要有 只要你是一個 你是一個人才 我們必須要設立一個 人才的庫 人才的庫 去追 去追蹤 你所有的體育學 學進會 或是體育總會什麼 你就是要做這工作 你假設沒有做這工作 你的體育學 那個體育大學的校長 你就不要當了 就這樣 你要升教授 護教授要升教授 我只要問你說 你有沒有對台灣的體育運 那個社會運動 有沒有有過協助 成績在哪裡 拿出來 有 OK 你上去 沒有 你等一下 有人有 他就先上去 有這 然後 教練 教練的價值 一定要把它提升 因為什麼 金牌的設計者是誰 教練 不是選手 選手只是一塊白布 一塊白布 你碰到什麼教練 他就給你畫一個 畫一個什麼圖 那個畫圖的人 就是什麼 做計畫的人是誰 就是教練 過去教練 都被 被 被那個 邊緣化 現在一定要把他們的 價值 要把它拿正 以後 這些教練 大家就會拼了老命 拼了老命 一定會去爭取 去爭取 國際金牌 說到這裡 大家也許有 有 有點疑問 就是說 那個體育運動 變成就是只有你們選手 跟教練的事情 跟我們 國家社會有什麼 很大的關係 沒有 體育運動是全體的 大家看一看 我有一次 我是帶隊去 去那個蘇格蘭 去做一地訓練 我有一天 在火車站 你看 整個都是人 我的隊伍通通被衝散 為什麼 我就問那個 他們工作人員 說 今天怎麼人這麼多 他說 足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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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足球比賽 整個城 我在蘇格蘭 那個城是第二大城 叫做Glasgow 愛丁堡是第一大城 第二大城是Glasgow 好 我馬上就好 然後 然後 然後我在看 沿路上 整個都是人 裡面酒館 蘇格蘭 英國人最喜歡喝酒 酒館特別多 裡面通通都是人 我才想到 這個不是只有 運動員跟教練的事情 還有其他的 想一想我們從前那個 那個少棒有沒有 少棒那個 對 威廉波特在那邊 決賽的時候 我們這邊是半夜 半夜 差不多有一半的人 都在那邊 都在沒有睡覺 第二天 學生打課睡 老師也在打課睡 老闆打課睡 那個職員也是打課睡 大家都心知肚明 所以說 體育運動 不是只有選手跟那個教練的事情 是全體的事情 那麼你要 變成 這個體育運動 變成全體的事情的時候 你就必須要把這個體育運動 把它弄成非常高的 比如說在世界比賽裡面 都要拿金牌 都要拿爭冠亞軍 這樣才會引起民眾大家有興趣 對不對 那這個工作 就是選手跟教練的工作 把它提升起來 然後全國人大家都參與 這對國家的人民的向心 對人民自信心的建立 那是非常 這樣就可以使 國家能夠達到那個 國富民強的一個境界 好我今天 世界也很大了 我今天就講到這裡 好謝謝你 謝謝感謝感謝 請客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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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天 洗澡 明明天